圣诞节即将到来 相比普通人对于圣诞礼物的渴望 职业拳手们又想要什么礼物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1.水深歌唐凯 2022年唐凯五回合击败丹勒 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男子综合格斗世界冠军 举起了ONE冠军赛 雨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 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的水有多深 同时实现了自己的冠军梦想 圣诞礼物的话 我最想要的就是最佳比赛五万美金花红吧 希望能尽快给我安排未免战 我要未免金腰带拿花红 同时我想向ONE冠军赛提一下 希望能安排我跟苏波帮SuperBone打 他说了太多话了 我等不及想要打赴他了 2.熊猫熊竞男女子草量 及世界冠军熊猫熊竞男 在2022年连续击败柔道高 首将是三仆采家 Iok Miura 李慎珠 Angela Lee 将自己保持的成功未免记录 刷新到了七场 他又有哪些心愿呢 如果能许愿的话 我希望疫情能消失 重新回到没有新冠的世界 我也知道这不可能 但真的希望人们能平安喜乐 免遭痛苦 对于明年的比赛 我希望能获得去原子量级 与李慎珠打四番战的机会 我想要称霸双级别 拿到原子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 三战斗机张佩免张佩免在2022年通过三场比赛打响了名声 他先是TKO世界排名第五的定时炸弹约石比托纳 Josh Turner 成为拿到五万美金花红的第一位中国踢拳选手 此后在赛前感冒发烧的情况下 打败排名世界第二的阿斯兰别克比奇克列夫 阿斯兰比克 Zikreve 可惜在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争夺战中 张佩免不敌乔纳森比迪贝拉 Jonathan Dybella 与金腰带势之交臂 谈到礼物 我希望万冠军赛尽快给我安排比赛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对手一定要足够强 我喜欢跟强者对决 2023年我的目标依旧没有变 那就是拿下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 一次失败是无法阻止我前进的 不小心 这就必要做到